当生命来到最后一刻 你可以选择更有尊严的离开 病人自主全立法在今年1月6号正式实施 民众可以透过资伤门诊 决定是否维持生命治疗 目前台北市指定十家医疗院所 预立医疗照护 资伤服务 今年的一夜的话 大概是目前可以开到每个礼拜14诊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诊字还会再增加 所以在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就是总共有28人接受资伤 那这里面的话 有23人已经签署了 就是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书 是全面采约诊的部分 所以电话到我们各院 其他院区的社工课 我们就有专人会帮您进行做预约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尽量配合医院人的时间 跟亲的可以的时间 尽量配合你的时间 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智商时间 即要是年满20岁 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都可以签署预理医疗决定 在末期病人 不可逆转昏迷 及重度失智 永久植物人等等 五大类特定情况之下 有群选择接受 或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根差鼻尾管灌食的意愿 另外一个人资商费用不能超过3500块钱 资商时间也不能低于一个小时 保障民众善中权 记得股餐用 采访摩摩托 行之后 但如果是实际上 好 好 解决定 如果是 码